大小姐 一寿 如今老爺无赫 赫家作为顶级富豪 不可一日无准 很请大小姐跟随老龙回赫家 继承千亿家业 很请大小姐回回赫家 赫家 当初她贪慕絮荣令其他人 害脱武器 告诉我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 老爷当年也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不过您放心 老爷现在已想他们母女赶出赫家 现在您才是赫家唯一的掌权人 掌权人 谁稀罕 我又不是赫家养的狗 招之寄来挥之急去 我不会过去的 你们走吧 我老公还在家里面 我参加家宴 大小姐 爷爷 妈 老公 我回来了 哟 贺双双你现在这架子真大呀 都敢让爷爷等你了 爷爷 对不起 你拿完吗 行了 都坐下吧 我有好消息要宣布 小婷啊 怀孕了 咱们叶家要开支善业了 什么 苏婷怀孕了 是啊 大伯母 我怀孕了 这叶家寄成人的位置 现在是我老公的了 是吧 爷爷 嗯 还藏叶家家规 确实是谁先怀孕 谁生儿子 谁就是叶家的寄成人 老天我不同意 他当继承人 那我儿怎么办 大伯母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难道一向违背家族的族据吗 你妈 你少说两句 岳家家规确实是这样 对啊妈 我对什么对 总量都是大儿媳妇的 你比他还早家庭了一年 他都怀孕了 你的肚子怎么这么不让气 姑娘 老婆 老公 我我肚子疼 老婆 你没事吧 我现在就给你请孙医生 你就擦泡点瓶吧 有什么大型小怪人又死不了 紧干什么呀 活该 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了 你怎么当人老公呢 你老婆都怀孕三个月了 怎么还能让他磕磕碰碰的呢 前几个月啊最容易消产了 老婆 医生 怎么 他怀孕了 我有孙医生 哎呀 儿子你太棒了 不可能 何双双怎么可能怀孕呢 怎么不可能 我儿子摔墙力壮 双双在我的调理下 身体是越来越好 哎呀 为叶家开支散业 怎么不可能 哎呀 我们家先生儿子 这叶家的继承人啊 当然是我儿子了 双双生活不检点 怀的说不定不是我们叶家的 你 啊 双双这个黄粮 真是鲜骨眼鬼 那就别怪我鲜狠手了 老婆 你的意思是 老公 叶家的继承权 绝对不能和双双他们多子 我马上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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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夫人老爷请你去他房里一下 好我马上聊 啊 老公 老婆你你没事吧 哎呦我孙子 我孫子都冒了 何爽爽知道自己懷孕了 看起來會跑什麼樣 快叫醫生啊 我孫子沒事吧 哈哈有些人啊就是不配有孩子 你們閉嘴 我孫子一定會有事 安靜病人現在很虛弱摔倒動了胎氣 你們可別大意 何爽爽你真沒用 好不容易懷孕還動了胎氣 不容易的哎呀媽 雙雙現在很虛弱你就讓人他吧 看他所有的份上我不跟你解決 必須把孩子給我生下來 好了 病人需要休養 你們家屬還是準備一點營養飯給病人吧 好了都出去吧 啊該死的這個名字 我的門口怎麼會有癢 一定是蘇婷 這三方陷害處處跟我老的陣風相對 又想陷害我的孩子 我等著 管家 我們在北陵路咖啡廳見一面吧 我願意回家計程家長 老公 都會保護好我的孩子 從今天以後 我讓你看到一個霧燒 呦 何雙雙 不是懷孕了嗎 又去哪兒鬼混啊 蘇婷我勸你說話客氣點 你只不過是我們夜家的一個保姆 一個下人 我和你說話有必要客氣嗎 看我今天怎麼收拾你 你別當他近視 你居然敢打我 為了我的家人 我有什麼不敢 以後離我遠一點 何雙雙你這個賤人 這一次我可不會讓你逃掉 說你去死吧 我蘇婷正家產 做夢 半月姐 半月姐你沒事吧 是 把他給我抓過來 放開我了 放開我 放開我 我告訴你們我可是怨婦 我出事了你們一個沒想跑 你出開車雙人你還有理了你 蘇婷 你還真是心狠手辣 平時說我兩句就算了 我不給你計較 你現在竟然想謀害我 我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殺車壞了不行嗎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蘇婷你沒事吧 啊蘇婷 蘇婷啊 蘇婷啊 快管家送醫院 我的我的孩子呢 孩子 沒了沒了 什麼叫沒了 哎老婆 老婆你冷靜點了啊 我們以後還會再有的 是啊蘇婷 你現在的你就是養好身體 都是賀雙雙害了我們的孩子 快找爺爺替我們做主老公 我要他償命 你在說什麼呢 你孩子沒了後我老婆有什麼關係 也一罰你頭上都一片綠了 你還在這裡維護他 我今天就是看到他個慈慧情婦 我來不及跑 才被他推倒 我 我 賀雙雙 你怎麼那麼心人手辣你 什麼 賀雙雙 你敢給我兒子戴這帽子 不是的 媽 老公 我真的沒有 他們在胡說 你敢害我兒子 你不能害我兒子 你放開 誰在這兒胡來就追錯我們業長 爺爺你要替我做主啊 我發現賀雙雙似乎也幸福 他 他惱羞成怒 黑心叫我退倒 讓我流查了 爺爺 今天 爺一凡賀雙雙必須給我個交代 我的兒子不能這麼沒了呀 爺爺不是這樣的 是蘇田亞開車撞我 那個人救了我一命 根本沒有什麼情婦 不是的爺爺 合雙雙在搶散火 那可是您的蟲子 你不心疼嗎爺爺 合雙雙 以前 看你給家裡洗衣服做飯 還算勤快 至少覺得你是個老實的孩子 沒想到你竟然這麼帶動 又是你我孫子 又是害死我重生 爺爺 我真的沒有 根本是蘇田亞開車撞我 我現在就能讓他來給我作證 爺爺 他肯定跟那男人都堆好口供了 我能相信他 我 我有證人 保姆可以替我們作證 什麼證人 蘇田亞 你怎麼能這麼誣蔑我 明明是你要罵害我 合雙雙 你殺了我的孩子 我不會讓你好過的 一發 請叫保姆進來 我親自問 不爺爺 我去 我怎麼可能讓凶手去找什麼證人 爺爺 你一定要替我做事 爺爺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和雙雙雙就是最會發生 今天 今天必須給我一個交代 雙雙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老公 你相信我 事情真的不是蘇群說的浪漫 爺爺 但我侯一家好狠毒啊 一定是和雙雙孩子抬起不穩 怕孩子掉了沒有辦法繼承家長 才故意恨死我的孩子 我們沒有 蘇婷 你講話講求證據的 所以你當然不會說自己是壞人 爺爺 我的孩子不能就這麼不明不白的美了呀爺爺 爺爺 我把母帶來了 視點現象 馬上就知道了 現在,我認識什麼 但是打說不定 有時候我們走 開場 是 呃 老astes 那對 這怎麼很大 好 陳姥 你我把 lang 我瞎呆了 和索索 他為了不讓我做生 給了我一萬塊錢的封口費 不 我胡說 我沒有爺爺我真的沒有 果然是你 你怎麼忍心下次毒手啊 我的孩子還沒來得及看這個世界 你呀 啊我的孩子爺爺 之前你總該相信了吧 不過我相信 爺爺爺肯定也參與了 阿姨快說 你是不是看到了爺爺爺 你 你把我胡說 我兒子沒有沒有 哎你的意思是你兒子沒有 但是你兒媳做了是吧 那這件事要送到你們家頭上 和爽爽你 真是你看了嗎 哎你怎麼這麼笨呢 現在好了碰撞師傅 還要連累我兒子 你 你真是超事不足 幹事有意願 爺爺爺 你媳婦幹的事情到底知不知道 我和孫中不可能敢接入事情 我 這樣子都在這了 你還在找遍呢爺爺爺 哎呦我的命呢我怎麼哭啊 我的孩子啊 啊 爺爺 爺 爸爸 我要介 Pas 焉矮 他也遵佑了 是他自私混酸酸到外面去 閃碎小姐的 我來不問你 你 sch 你还维护他 原来不过黑手是你 你杀我 我和我老婆从来没有密模过 你胡说 我还是没有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啊 叶老爷 我有视频 我有证据 快阿姨 把视频给叶看看 你对我们永恩 我们以后 可怜会报答您的 啊 叶少爷 你不用那么客气 我也是别看你富得这么可怜 叶老爷 你看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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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我我我真的冤枉了 还半狡辩 看清楚了这个穿着黑衫衫躲在脚肉里看喝双双推我们家苏婷的是不是你 你夫妻俩这是蛇蟹心肠 我 老爷子这视频里的人肯定不是叶宜凡 叶一凡可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人啊 他可不是那种人啊 老爷子你可要名杀求好啊 儿子你快给爷爷解释啊 爷爷 视频里面的确实是我 但但真不是我我我当天都不在那 叶这 你把你 爷爷 看见没有 他成人的 就是他们夫妻俩害我儿子的 求爷爷做主 你相信我 这这这视频是通过剪辑的 我是去那尝尝 但是搜尖出生一天我根本就不在那 你还敢狡辩 爷爷 爱上家规就别把他夫妻俩都赶着我们家去 对爷爷 你不能偏心 他们可就是在谋杀 不 爷爷 我老公根本就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我也不会 请你别傻 赫双双你还敢狡辩 就是你谋杀我害死我儿子 像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就该被赶出去 没错 这赫双双肯定还付了我们爷爷的钱 不然你来有钱来贿赂帮我 不 不是的 真的不是我爷爷 我没有说买过帮我 也不能只听他的一面就死 不不 老爷我发誓 他亲自收买了我 他们夫妻俩的穿同一气 陷害苏小姐的孩子 不爷爷 把我再说谎 我赫双双对天发誓 从来没有做过陷害苏婷的事 我也有证人 我现在就喊证人 证人 这真是恨你你们俩穿好的拖 肯定会按照你俩商店好的来说的 对啊 好啊 那我就查监控 看看我跟我老公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的门 苏婷摔跤的时候 我到底能不能赶到现场 对啊爷爷 咱们家上个月不是阿赛监控吗 查一下监控就知道了 糟糕 忘记家里上个月新装了监控 不行 爷爷 他们这真正狡辩在拖延时间 查 让他们查 我看他们 是不见关系不掉位 松了 查监控你就露馅 放心 老爸没事啊 好 那就再查一查监控 毕凡 希望你真的什么都没干 对不对 儿子 赶紧查监控 赶紧查监控 一定是这个保姆跟夜日两口串通起来 污蔑我儿子 老爷子 你可要灵茶求好啊 爷爷 你给我一分钟去 我马上就要调出监控画面 你调啊 死到临头了还挣扎什么 你怎么说 怎么了 你们两口你该不会说 监控被关了没拍到吧啊 爷一凡 和双双 你们就别演戏拖延时间了 爷爷 应该把他们赶出去了吧 就是啊爷爷 不不 老爷子 您都不能赶到我儿子 我儿子可是这个赶的底少孙呢 这件事 已经都是和双双改的 我儿子是被利用的 妈 您说什么呢 我和赫双双什么都没干 您不能害怕爷爷把我赶出叶双 您就把什么责任都推到赫双双头上呀 儿子这都什么节目演了 你 你还替他说话 你想不想过 你要是被赶走了 你把我可怎么办啊 爷爷 你应该把他们赶出去了吧 爷爷翻啊爷爷翻 你太让我希望了 尽量为了继承权 和你的妻子 公然谋害你弟弟的孩子 爷爷 我没有 你还不承认 爷爷 保姆的口供 手里的视频 你怎么解释 你害死了月爷的孩子 就该弥笔 月家继承人的位置 我给月 后天就祭拜果冬大会 正式继位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老爷子 你不能这样 业家家官明确规定 谁先生儿子 谁是继承权 躲闭嘴 都是你 一天到晚继承权继承权 把我好好的孙子交歪了 从今天起 你们给我好好反省 再吵吵 给我滚出业家 都是你 扫白星 你怀我儿子继承权 不对 这件事情肯定不对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你妈 你别吵了 爷爷 我真的没有做过 虽然说你不信我 但我还要和你解释 要说 哈哈 爷爷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就比我和我老公的清白 难道 我真的做出来了 爷爷 我送你回去吧 常常在医院待着 对于身体也好 来 来 苏小姐 您老公带我来的路上 收赔我十万 您看 人 这卡里有十万 不过拿了钱 就给我闭紧你的嘴 要是敢把我和我老公的事 抖出去 我一定不会放过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收赤区的 嗯 走吧 这两天避避风 你不能把什么责任都怪在双手头上 那我就 过去 给我的同意不许起来 妈 住手 你要敢替他求情 立刻马上去离婚去 和少少告诉你 要不看你怀着我叶家孙子的份上 我早把你赶出去了 妈 老婆 我 老婆我没事 你快去哄哄嘛 我 中管家 你去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刘真的女人 我怀疑 是他联合夜宇苏婷 陷害我霍老 你个人呢 给你老婆求情 没有 我就是想让您消消气 别太吵话 儿子 你上去 咱们不能攻守向上 大会上 咱们就拿 夜家家规说事 和双双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咱的筹码 啊 继承权的事 我根本就不感兴趣 我只想和我老婆 好好的过日子 没出现的东西 你忘了 你爸的遗愿 就是让你继承夜家的家长 难道你想让你爸 求全之下不能瞑目吗 我 可是我 可是 我告诉你 这继承权 不能给别人 后天股东大会上 咱们就拿和双双肚子里的孩子做文章 这几天 你赶快去联系那几个董事 一定要拿到继承权 知道了妈 我会去做了 哎 关于的 今天着急大家来 是要全部出大事啊 对啊 直接说吧 这老头迟迟不说话 难道是反悔了 哎 爷爷 您不是宣布我当继承人吗 赶紧说吧 对啊爷爷 您不会说话不分数吧 还真是宣布继承人 看来叶依凡摩子说的是对 对 我今天召开股东大会 就是为了宣布 叶史集团的继承人 我想 让叶宇继承 作为 口友意义啊 这继承权要是给叶宇 我怎么还在叶史集团力图 不行 不能让他得逞 我不同意 程总是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按照叶家的规矩 谁能生出男孩 才有继承权 可是据我所知 苏婷的孩子没了 程总是真是消息灵通啊 我确实失去了孩子 所以爷爷才补偿我们的 这继承的位置 不该是我们的吗 黄总是 夏老师 你们要不觉得呢 没有 那爷子 其实 叶家的继承人 倒不如谁来继承 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 我们几个人 可能反而不是外人 这是人的家事 我觉得 您说是一地产 就该是一地产 程总是 别人的家事 外人最好还是国家 现实外人 您说 就是 本来叶宇 就比叶宇坛更适合继承人的位置 二位董事 真是好眼光啊 你们 老爷子 这继承权的事情 最好不要太老 您说呢 程总是 使食物者为俊杰 你可别站错队了 爷爷已经说了 我是继承人 你们只是被告知了一下 别站错队 啊 哥们 虽然 大家都没有意义 那一世纪团 就有 我我同意 大伯母 你现在乱过来 小心言读权威了 是不是 就是 爷爷范 亏据人公司总经理 你这么做着你妈妈 来找到董事大会啊 嘿 没大会呀 我今儿来 就是来请各位股东 评理的 你们一家子 杀人凶手 还评理的 不好意思 我听说 叶一凡和贺同商 谋害苏婷小产 这事是真的吗 是啊 王总 您不知道 贺双双和玉一凡 有多歹毒 为了抢夺继承权 你谋谋害我肚子里的孩子 事情不是这样的 各位 这件事另有隐情 贺双双 你还有点吹在这里 你个杀人凶手 爷爷 你看看这些人 他有没有毛发了 现在都敢公然 挑衅您的权威了 他们都敢来捣乱了 一凡 你怎么回事 你还想找事 爷爷 我 老爷子 既然你非相信 他们俩的鬼坏 不相信我儿子的千百 竟然就把坏少明了 我不论为他 当几成人 你 大伯母 别的要改着找事 要不是看在爷的位上 叶一凡和双双都要去坐牢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你们自己信得清楚 我反正今天必须按叶家家废办事 既然双双怀了叶家的重孙 那我们的继承人必须是我儿子 我赞同 无规矩不成方言的 老爷子 这继承权得慎重 诸位觉得呢 爷爷你看看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 难道要纵容杀害我儿子的 最后手吗 苏婷 真以为你们做的事情别人就永远不会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诸位 我和我老公没有陷害苏婷 我有证据 哼 怎么 上次是爷爷给你们机会 你谋害我们的人正目正都在 难道你想当着各位股东的面 重新摊开 让各位董事看看你和你老公的嘴一脸吗 何双双你搞什么鬼 我呢 是让你闹背景板子 你 干嘛 这事没有你的事 妈 我真的有证据为我和我老公洗刷冤屈 双双 你别闹了 今天有听吗 我没有闹 哼 怎么 就是没伤害好狗婆 起来后了 真搞笑 你别得意 这厂商支持我儿子的人也不少 老爷子 难道你真的不顾及这么多股东的意见吗 对呀 老爷子 这继承权得从长敬意 爷爷 还等什么呢 赶紧把继承权给我 我反对 这继承人 本就应该是长子长孙的 就应该是人家业语凡家的 啊 你怎么支持新疆这么歹毒的人呢 继承权就该说业语的 走啦 爷爷 虽然你很生气 但是我还是要说 野家继承人的位置 不应该给业语和苏婷 他们才是蛇心肠残忍之辈 贺双双你胡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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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什么 爷爷 请您做主 我和我老公是被冤枉的 我有证据请您给我机会证明 说 这是干什么 老公 我不想看着你被爷爷冤枉 虽然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也想为这个家庭做点事 贺双双 戏演得不错呀 当家庭主妇真是缺才了呀 我没有演戏 演戏的 你只是你苏婷 也要啊 有了 这不 yum 你老爷 喝少上 你叫声 你叫声 快说 你老爷 我应该死 我该死 我骗你了 我骗你了 你看 对你说的话都是骗你的 你是舒坊 他想开车做了个学会给他孩子 我 我还在胡说 我好多都不 refrigerator 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 是苏婷和叶宇给了我一笔钱 十万都在这我一份也没用 求你开了别让我去吃牢饭 啥钱脑子 你喊给我儿子 恰恰丢了鸡上去 苏婷 这回 你还有什么 你还给我儿子 你怎么好狡辩的 不不爷爷他在胡说你别相信他 刘阿姨你的证据呢拿出来 证实可小姐 我妈妈 不过拿了钱 你给我闭嘴 要是敢把我和老公的事走出去 不 你在胡说你胡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我爸是江北北家宋城主 你在胡说你不要命了你啊 爹救命啊 可小姐爹老爷我说的都是真话 没有半句去言的 闭嘴 滚 苏婷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狡辩 爹爹 苏婷给我滚下 爹爹 爹爹 我们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你原来我们这次了 想不到你们两个竟然如此是要卸心肠 害人害急 爹爹的位置啊你们不配 爹爹 爹爹的位置啊就是叶玉凡 啊 叶玉凡 太好了 还不敢去欣赐一支夜 哎 何双双 你今天敢这么对我 我一定要你好看 叶玉 带着你的老婆好好反省反省 何双双 你给我等着 我们走出去 恭喜啊 哈哈 这以后在公司里啊 你程叔叔还得多指望您 哎呦 程董事您客气了 这以后啊您还得多指点指点我们家里烦呢 这都是小事 程叔您客气了 好好好 嗯 嗯 那我也先走了 哎哎 回头见 哈哈哈哈 哎 哎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北城贺家大怪 哎 双双 这位是啊 这位是我过来的 我让他们帮我找刘真小组这个女生 你过呢 哎 华尔姐 你花我儿子的钱 怎么不提钱说一下 妈 我 又不是罗律 我们不收钱 我们是民间公益主 是专门帮周围群众找都市孩子 找动物 是帮忙找人的 还有这种组织啊 哎呀妈 这世界之大无其不永啊 再说了 这种组织很有意义啊 啊 是是 按那个中书 多谢你们帮我找刘真正名清白 不客气叶叶叶叶 那我们就先走了 儿子 从现在开始啊 你就是叶家的继承人了 你这衣着打扮啊 哎呀不行还寒酸了 还有 你看穿的蜡蜡蜡 哪配上我儿子 走 咱们上商场去 给你买衣服去 妈 这爷爷现在在气头上 这叶家也被叶羽两口子弄得乱走走 我们现在还是不要太照样了 就得高调点儿气死他们两口子 走 哈哈 跟我买东西去了 哈哈哈 废物 要你有什么用 要你有什么用 现在季承拳没了 孩子也没了 凭什么 何双双那个贱人明明什么都比不过我 现在孩子和季承拳 该有的他都有了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老婆 你先消消气 现在老爷子呢正在气头上 等过段时间 我再去求求他咱们肯定还有机会的啊 等那个死老头子小气 黄昏菜都凉了 走 我们现在去找我爸爸 让我爸爸替我们想办法 我咽不下这口气 老婆 你的意思是 既然艳怡凡他们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我的孩子没有 凭什么他们能有孩子 起筹权也必须是我们呢 贺双双走快点 我怎么做什么呢 我知道了妈 哎妈双双怀孕了 你别让他淋那么多东西 我去帮他 哎 不去怀个孕吗 哪有那么多矫情的 儿子 你这手啊 可是用来千百万千万合同的手 不是提袋子的手 再说了 妈当年怀你的时候 不照样上班 照样干活吗 啊 难道他比你妈还娇贵 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事 我能提 哎兄弟我说你在哪呢 叔叔 哟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啊 何双双 许进 你不是出国了吗 何双双 他是谁 我呀 是何双双的前男友 哎呀 兄弟啊 你的眼光怎么能这么颤啊 啊 你怎么能找何双双当老人呢 我跟你们说呀 何下当初没破产的时候 那何双双 可是穿金带淫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没钱了吧 再嫁给你了 何双双 原来你是自有不知捷点的女人 于晋 你怎么能这么诋毁我 妈 老婆我不信那种人 哎呀 双双 你别碰我老婆 我相信我老婆不是那种人 我不管以前你跟双双是什么关系 你别想轻易挑拨我们关系 兄弟啊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蠢货 你以为贺家没破产的时候 他会嫁给你吗 啊 你小心你的头上呀 被绿成草原 你都不知道 何双双 就是你 我儿子才被这个混蛋羞辱的 妈 他都是胡说的 这个水性洋化的女人根本配不上你 走 咱回去就离婚 走 妈 真的不是他说的那样 你们听我解释 于晋 你这么污蔑诋毁我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哎呀 何双双 你当初不是很清高的吗 现在怎么沦为家庭主妇了 你当我舒藏的女儿好奇怪 爸 对不起 都是我没有本事 我爸妈走得早 没有人给我撑腰 让那个叶一凡 给欺负死了 爸 你一定要好好针对一下叶氏集团 我不能百败失去我的孩子 我受的苦 我要让何双双也尝尝 女儿啊 你放心 爸 一定替你出这口乐器 因为 我要开始对你们家的女儿 老师 你什么态度 爸 我和您才的一家人 既然我爷爷 不顾你杀害我孩子的凶手 这个事实 也把继承人的位置 让给爷爷一烦 那就怪不得我了 好 四个孩子 安忍了 干大事 你要不拘小切 你放心 我还有分寸 你也是继承人这个位置 我一定给你抢到手 谢谢 谢谢 何少少 怎么这么多要力 一天结婚了 还和别的男人拉扯扯 妈 您当时也在场 是于今天动的手 您也看见了 不是我 怎么 我冤枉你不成 一定是你背着伊凡 跟旧亲人又有联系 要不然 今天怎么这么巧合 伊凡 真的不是妈说的这样 你相信我 何少少 你家破产以前 你是个千金小姐 是我们家高攀你了 但是啊 那是从前 现在 你不过是破了产的上家狗罢了 那现在 你可是一点点都背不上我儿子 等你把叶家孙子生出来 马上离婚 不 不 妈我不离婚 伊凡 真的不是妈说的那样 你相信我 妈 你自己的妈 他可没那么娇贵 再贵半小时再说 快 快 试试今天妈买的新衣服 妈 是 喂 喂叶总公司出事了 我们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订单被抢 各位董事要你给他们一个说法呢 什么 订单被抢啊 我马上过来 哎 儿子出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 我过去看看 老公 你别太着急我 还不着急都火烧没了还不着急 你就看不到你老婆好是吧 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爷子 老爷子 看来您的孙子 是真没用的 哼 您这辈子心血 看来是白费了 爹爹 王董事下了些 对不起都是不说我 不过你放心 给我些事件我一定会解决了 我可没指望你 哎呦 这就是你支持人啊 上位没几天 就给公司带来这么大的估计 叶玉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好端端的 怎么公司被针对了呀 是我我真的不知道 哎呦 这有些人啊 就像一堂烂泥 怎么扶都扶不起来 爹爹 看来你选择叶玉凡 那真的错的很离谱啊 叶玉凡 这件事情 怎么解决 请周围放心 我马上会调查清楚 我一定会让公司出事的 哈哈哈哈 哎 不得倒是轻巧 等你调查清楚 就晚了 就咱们夜市集团这个情况 目前只有我爸爸能救 但是我爸爸 不能法医救 你什么意思 有话就直说 干嘛可玩我脚啊 程董事 注意你的说话太短 说吧 有什么条件啊 爷爷 我爸爸出手相做的条件很简单 那这夜市集团继承人的位置 就该是我老公的呢 我想爷爷 不会不同意吧 自然 老爷子继承人的位置 应该有能力的人来继承 苏婷和叶玉有着的能力 我看叶玉凡 就是这个位置 少废话 叶玉凡 自己写图语书吧 你们什么意思 啊 这夜家的继承人 说退位就退位 哪那么容易啊 再来说 叶玉凡还年轻 咱们也办点错误吗 说的倒是秦琴 凭什么他的错误 要各位股东为何买单啊 就是就是 别废话了 退位吧 退位 退位 周管家帮我查一下我老公公司订单 被夺走的事情 给我找个解决办法 是大小姐 赵叔叔 赶紧跟我去公司 赵叔叔 你成熟的秘书刚来电话说 叶玉凡被他逼着要退位 咱们赶紧去 你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咱们的筹码 什么 要退位 预许 原来煌一嘉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还不说话 我们可就走了 我爸爸自然也不会在公司 MAN 老爺子 您還在猶豫什麼呀 公司危在旦夕啊 爹 對不起 我讓你說 我退位 老公不能退位 兒子你不能退位 賀双双你一個家庭主婦 這有你說話的地兒嗎 蘇婷你個賤人 女兒再再而三 先是害我孫子 污蔑誣陷我兒子 這一妝妝一切切都沒犯完呢 應該也有條事 我懶不和你個死老太婆計較 反正我今天就把話料理了 今天葉一文不退位 這公司我爸就不救 爺爺 您還在猶豫什麼呢 難道您要看這葉劇集團從此破產嗎 不 我兒子不能退位啊 老爺子你怎麼能說話不算數呢 你這剛認命的我兒子 怎麼能因為這一點點小事 就罷免他呢 哈哈 哎呀大伯母說話真是睜眼說瞎話呀 公司一夜之間訂單被挑 快要過產 大伯母居然說這是一點點小事 哈哈 哎呦 有這麼大的問題 就只能說明之前就已經有問題 只是現在才剛爆發出來 你 夠了 這件事 就按照葉宇和蘇天的要求來 葉宇凡啊 別怪爺爺 爺爺爺也不想公司出事 你就退位吧 什麼 老爺子你 媽 您就別再多說了 是我自己的位不夠 我退位 好 從今天起 葉宇集團的季傳人 就是葉宇啊 哈哈 爺爺您英明 葉宇凡 峰回路轉 這個位置 始終是我的 不 董老師 你快想找辦法呀 啊 好好 老爺子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葉宇凡老婆又懷了孕 再者說葉宇凡又是敵長子 這怎麼看葉宇凡 都複合這個 繼承人呢 老爺子 這次出現事故 我覺得有點蹊跷 你可別被人騙了 賀爽爽 開會你不知道手機要靜音嗎 抱歉 我去接個電話 老爺子 你覺得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另外 有些人是有前科的 陳董老師 說話幹嘛 就陰陽怪氣呢 怎麼 你心虛嗎 哼 我的心虛什麼 解決不了問題的 又不是我 這次企業危機 說病倒鬼的就是你們倆口子 大和我 說話是要負責任的 哼就是 爺爺 我看這陳董事 對葉宇凡那是處處為無 想必 陳董是肯定收了葉宇凡的賄賂了吧 是不是 哎 私自收受賄賂 可是要收公司 出 你胡說 我沒有 喂 中管家 大小姐 查到了 是蘇婷父親在背後搞的鬼 您打算怎麼辦 你先用賀氏警察的名義送大項目過來 先解決掉和老公被退位的危機 是大小姐 老公 我現在有實力幫你解決無理 你們 你們誣蔑我兒子 誣蔑常逗 不用去想讓我兒子退位 你好下位了 葉宇凡 趕緊帶著你那瘋媽媽滾吧 你怎麼還有臉在這呆著呢 是啊走吧 老公 不用走了 我有辦法解決夜市集團危機 哈哈 你們大家會聽聽啊 這個家庭主婦在這胡言亂語什麼呀 笑死 你說 你胡說什麼啊 我是說真的 我真的可以 哈哈 賀叔叔 你一個家庭主婦你拿什麼解決 說大話吹大牛 誰不會呀 我沒有 我說了能解決 就 我沒有 我沒有 說真的 是不是 誰解決這次的危機 既成人的位置就是誰 這次 夜市的危機啊 不開小事 賀爽爽 你一個護到人家 別添亂 爺爺 我能為公司帶來價值十個億的綠林項目 賀爽爽 你在胡言那也是什麼 綠林項目 是全新城所有農民產業都想得到的項目 你 綠林項目的背後 極其神秘 很多有實力的公司 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能 就是 何鋒 你吹牛之前能不能先搞搞清楚啊 他丟臉都丟到太平洋去了 哎呀 極其 dom 你這個老婆可真是有意思 這麼喜歡說大話 чего他不是你叫的嗎 贙 Rama 贺鼠 賀link 你給我出去 馬 韁凡 我真的可以聯繫到綠林項目負責人 只要夜市得到了這次的項目 不僅剪 chic 等CE 既然你要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我就給你這次機會 但是你要是拿不下十个亿的绿灵项目 你要如何 那我就 下个快乐 道歉 我老公自愿 贺车哥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在座的诸位都是证人 做不到可别耍难 我不会 不过如果我拿下这次项目 你和你老公再也不能打我老公 继承人为主的主意 好 我答应你 我倒要看看你胡乱卖的什么药 你 喝双双 你个废物 你自己打赌就算了 干嘛拉上我儿子 妈 我 让你发疯 我该 喜欢哪位是夜市集团的叶子 我 我是 我是绿灵项目的负责人 你们叫我松鼠就好 价值十个亿的绿灵项目 我打算和夜市 绿灵项目 赫双双刚说完 你就给我们送过来了 你是骗子吧你啊 大 你敢质疑我 看来你们夜市集团可不是好感觉 贺小姐 我看 我还是找江城其他企业合作 不 中管家 你先别走 爷爷 各位懂事 苏婷不懂事 难道你们还不认识中管家 这位中管家 确实黑运手 我在哪见过 何双双 你居然来敢找人打我 还说我不懂事 你反了吧你 夜市集团有这么嚣张跋扈 目中误人之辈 真是耻辱 你 你忍着你 敢这么对我 你信不信不信任让我爸爸弄死你 就是 我岳父可是苏氏集团的总裁 苏强 我还不至于把 苏氏集团的一个总裁放在眼里吧 苏氏集团 你给我上一边去 钟老先生 你可不能走啊 我终于想起来了 您就是上次在龙头研讨会上 钟老先生对吗 使敬使敬 老爷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钟老先生 对对对 哦 对对对 我也想起来了 上次我爱你 给你捡一杯酒呢 你实在走错吗 是吗 哎呀 老朽眼中 实在不时贵客到来 快快上座 什么 他 他 他真的是 叶老爷 这位是不是该道歉了 什么 我道歉 是是 钟管家 啊 说听 赶快道歉 我 爷爷 我做什么什么呀 凭什么让我道歉 通罩了钟管家 差点让夜市集团 陷入了威胁的定位 他想说你错 哈 哈 说说 你在这儿 我家为什么呢 你凭什么对我这手罢了 哎哎 媳妇你就别管他了 赶紧给钟老道歉 咱们夜市集团还能更上夜朝楼 你这个组裁夫人 他就更有面子了吗 啊 何叔叔 过来 都很细节 哈哈 呃 那个钟管家 呃 实在是对不住 呃 我这样是因为我之前没见过您 对对您的到来实在是 呃 太受宠若惊了 对不住 您就 原谅我吧 对对对对 钟管家 就原谅我老婆吧 哎 对对对 那个快快快 赶紧签约吧 哎 这个签约签约签约 我可没让苏婷给我道歉 我是让他给贺小姐道歉 动手打人 难道不该道歉吗 给贺双双道歉 让我给贺双双道歉 钟老爷 给贺双双道歉 没这个必要啊 再说了 我老婆是和我嫂子那闹着玩的 我嫂子他也不会介意 是吧 贺双双 真是冠面堂狂 打人还说是闹着玩 好啊 贺小姐 我给你做主 你过来 打书婷几个耳光 我看看他又愿意 我 就是 钟管家所言及事 你刚才那么嚣张巴扈 我基本应该好好治治 叶宇你刚才说的那么简单 好啊 就让贺双双打你老婆提巴掌 看你说得了我说不了 你瞅瞅是你 你们下课先出去吧 哼 苏婷 双双道个歉 双双 呃你知道的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会和我尽小的 对吧 这件事如果你不肯给我道歉 那我倒觉得 钟老说的挺对 赫双双你不真想打我吧 苏婷 我的内地是有限的 是道歉还是埃党 哎 走吧 钟老道歉 谁是道歉 给赫双道歉 对不起 我接受你的道歉 多谢钟管家做主 该死 这个赫双双怎么认识的钟管家 那个钟老 咱们可以签约了吗 哎 不是不是 要签约应该是跟我儿子叶宜凡签 大伯母 你倒什么乱啊 我才是爷爷亲自认命的 叶氏集团的负责人总裁 要签约也是和我签约啊 你放屁 叶氏集团总裁是我儿子叶宜凡 你老伯母 你都一把年纪了 我们年轻人的事情 你老跟着掺和什么呀 叶宜凡都没说话呢 这项目 确信该我老公了 钟老 钟老 你说对不对 你 和双双你做梦 我确实只和叶氏集团叶宜凡签约 你们 钟老 我才是叶氏集团负责人 你就没有搞错吧 怎么 我怎么做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钟老 是 叶宜凡先生 还有疑吗 没有的话 我们签约吧 我自然没有 太好了 既然如此 老爷子 您是不是说的 谁拯救了公司 谁就是集团总裁啊 爷爷 我老公已经签了六年项目 是他拯救了叶氏飞机 自然 也顾虑抢我老公的位置 是是是 钟老这么看重叶宜凡啊 我自然跟方兴讲叶氏集团 交给爷爷 爷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猴什么 张本事是吧 我是你爷爷 猴起我来了 真是没有教养 老爷子 这种没有礼貌的晚辈啊 还是带出家门的好 爷爷 你怎么能当这么好劳励 这给我老公 你就反悔啊 苏婷 我们打个赌的 谁拯救了叶氏危机 谁就是继承人 你们输了 难道想少了 够了 爷爷 干着你老婆走吧 别在乎你骑到的 双双 你别高兴 哎 不好意思 中了啊 让你看笑话呢 我 爷爷凡先生 我们签约吧 哎 您请您请 谢谢 谢谢 那我就先告辞了 哎 请慢 中管家 能否麻烦告知 为何选择我们夜市集团 还这么给我身上双双的面子啊 糟糕 没想清楚这件事该怎么解释 这个 赫老爷子同力有力 赫小姐之前的实际不畏精神 帮我找回了重要的活动 叶家的实力也还不错啊 哦原来如此啊 还好中管家机智 不然真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解释 玉凡啊 这一切也要好好干 别出什么岔子了 嗯 哼 老爷的心里就只有了 双双 我之前一直不相信你还怪你 没事吧 我一直都是在家里还不错 你不相信我 何哥说 你说你有这么好的资源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害我儿子差点被吐露下来 你说你按的什么行啊 我有事 哎呀妈 这次多亏了双双 您就少说两句吧 爸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何双双把我欺负的好惨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我被何双双欺负的特别惨 我挨了一巴掌的 我长这么大 你舍得动过我一下吗 竟敢对我女儿动作 看样子 真是欠收拾 爸 本来我们都要成功了 谁要想中途杀出了陈晓晶 那个叶老猴子本来就答应 把机车单位置给让给我了 谁知道那个何双双 认识的什么绿灵项目的负责人 这 就是爸爸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马上查查 最近何双双都见了些什么人 是 苏总 我马上查 女儿啊 你放心 既然我们商场把押不住他 那我们就跟何双双个人入手 我都不信了 一个小小的家庭主播 还能飞上天 谢谢爸爸 苏总我查清楚了 这个何双双 最近没有见过什么特别的人 只有那天在商场见了瑜伽少女 于静 这个于静似乎和跟你下母有着某些联系 什么 何双双 见过旧情人 是的 战小姐 据说叶以凡母亲 还因为这件事情大发雷听 你骂何双双不要脸了 爸 看来这个何双双和他前男友关心密切 才能给他老公搞了这么大个笑 这叶一凡头上都绿成一片草原了 真是可笑 老公 看来我们是时候做回好人了 爸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前男友于静找人 啊没问题 米叔 取情愚主 好的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叶一凡 叶氏集团这次的危机 是叶宇和他老婆搞的呢 双双 你一直看着我 你有什么事想说吗 我 有话就说磨叽什么呀 哎 这一次双双是我们叶家的大工程 有什么要求啊 尽管提 不是的爷爷 我爷爷 他当然是想趁着事情还没暴露的时候 问您都要好处 何双双 你藏的够深的呀 你什么意思 苏婷 你又长什么要了 大伯母 叶儿子头顶都一片绿了 你还把你儿媳当个宝呢 什么 爷爷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叶氏集团能拿下绿灵项目啊 中管家说了 是因为我老婆双双时间不媚帮过他 他才想活人情呢 哈哈 真是搞笑 叶一凡啊叶一凡 你头顶都一片草原了 还在装什么傻货呀啊 何双双都和他的前男友勾搭上了 你这个合同 是你情人给你的 而且 而且什么 和谁 不 妈 老公苏婷在胡说 你闭嘴 苏婷 你都知道什么 快说 哎呦大伯母 你没骗的真的是好惨的 何双双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不是我们叶家的种 你你胡说 我们看没有胡说啊 说说 什么用怕 夜市集团 我已经给你稳住了 夜市现在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都是咱们哥 你和孩子 受委屈了 你在胡说什么 好啊你 你敢给我儿子戴绿帽 我怎么打死你 老太婆 你还敢动我的女人是不是啊 活的不耐烦了吧 叔叔 这怎么回事 你为何这么污蔑我 老公你相信我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双双 你就承认了吧 不用装了 你用绿林项目 帮我控制了夜市 咱们既然得到了夜市 你也有了孩子 从今往后 你再也不用在夜市受委屈了 你闭嘴 别再胡言乱语 何双双 你还在这装什么呀 你情人我都给你起国来了 爷爷 这种人还是要留在咱们家吗 别人烦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你还不让这个贱人滚 说 怎么回事啊 不 爷爷 我可以给钟管家打电话来证明我的清白 这个钟管家到底是谁啊 我这为了装逼说他是我手下 你会真的把他喊来吧 钟管家来夜家一趟 我还不让他喊来 虞尽我劝你说实话 否则 钟管家来了可不是我这么好说话 叶一反你还是不是男人 这种女人你还不让人见人滚 老公你相信我 等钟管家来了一切就都清楚了 宫师傅 不是敢欺负贺小姐 你们于是集团是不想合作是吧 于建 怎么回事 你不说他是你下属吗 于建 今天开始 终止和你们于是集团的硬核合作 你自己跟你爸解释欲望 处置干嘛 赶紧解释 哦 是是是 解释 说说 对不起啊 我就是想从苏家 得到新的项目 去给我爸证明我的能力 你是知道的 我爸一直偏向我弟弟 我不想被比下去啊 所以 为了拿到项目 我才去听叶宇和苏婷的话 去不愿意 你真是无耻 为了自己的私心竟把我献得如此静地 妈 老公 这下你们看到了吧 是他们联手在污蔑 叶宇 你怎么和苏婷联合 我们也受伤清白呢 赫小姐 你说该如何处置 我帮你做主 苏婷 你这么做不就是仗着自己有个爹吗 你和你爸爸联手搞垮夜市集团 我为了家庭和睦 不想刺激爷爷没有挑命 但是 你根本不配我这么做 苏小姐是吧 我看还是要你爸替你买单吧 通知下去 现在开始 商业主机 与北城书家的任何合作 一分钟内将苏家破产 你当我们苏家是纸糊的吗 一个电话就能让我们家破产 苏婷 你会为你独自买单的 喂爸 女儿 爸对不住你 咱们家破产了 爸爸先去避避风筒 你照顾好自己 喂爸爸 你 我们家真的破产了 不可 自苏妮不可活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苏婷 来来来来带走 他也带走 我们去非洲祝福利 你抓你啊我错了你快救我 哎呀 我妈已经听了 以后 我还会怀死 嗯 我还会怀死 这不是客家那个火脸跑的吗 都嫁入豪门了 怎么还每天穿的跟个下人一样 嫁入豪门有什么用 这么多年 那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我看呢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还要吗 妈 你没事吧 这么年啊 老公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你也瞎呀 没看家被查封了吗 这好严严的 怎么会被查封了 发生什么事了到底 就管您去了这么个白眼狼 这么个扫把事就让他疯了 妈 公司破产是怪我没用 您别把鸡都撒在双双头上 怪我没用 是我的错 小的在哭哭啼啼的 你滚 屋子的新主人马上就要来了 住手 哎呦是屋子的新主人容大小姐吧 这边请容大小姐 容力 容力 你是这房子新主人 是的阿姨 我刚回国 你给阿姨和叶依凡道歉 这个房子啊 就是我给叶依凡买的 哎呦是我冒犯了 实大抱歉 哎 莉莉 你说的是真的 是是给我们买的 是的阿姨 我这次回国啊 就是想跟叶依凡 重新开始了 容力 我已经结婚了 这是我老婆贺双双 依凡 这女人看起来不就像是个女佣吗 这种吓的人怎么能配得上你呢 三哥 容力你容小姐 我还在这呢 请你把你的手从我老公身上拿开 老公 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 你嫁给伊凡 你就是想要钱吗 你说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 这里有十万 拿了就赶紧给我滚 谁稀罕你的钱 你离我老公远一点啊 你看 哎呀莉莉你你没事吧 你看 容力我已经游浪了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阿姨 看来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我看我还是出去住酒店的 不能走 哎不行不行 不能走 伊凡 你怎么能赶莉莉走呢 那个莉莉你就跟我们一块住 那个女人比不上你 连你的一根寒毛都比不上 你说什么呢 这这怎么能住一起呢 怎么不能一起住 何双双 把客房收拾出来 一会让莉莉住 走莉莉 咱们也连到天去 走 双双 别多想 我和容力那都已经是两年之前的事了 既然 妈非要住这 我们就当 把这的房子租下来了 我一定早点赚钱搬出去 我不会让你收回去 好 你在哪我就在哪 哇好的好吃的 好 我们一直都想这样 把你接过去 哎 贺双双 给我和莉莉倒杯水去 妈我去吧 哎 你去干嘛 人家莉莉啊 刚从国外回来 你坐下 莉莉好好地聊一聊 啊 哎 你处着干嘛呀 快去呀 我知道了吗 容力 你放心 我回去工地打工 尽快搬出去 我不会打扰到你了 你说什么呢一帆 这个房子就是我买来送给你的啊 你这双手啊是用来签合同的 不是用来搬砖的 你看 你都出汗了 你们 哦不是的老婆 是他 哎改你的把水放下 过去做饭去 啊 啊 小小我帮你去 一帆 厨房不是你该呆的地方 而且你看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见了 你就多陪陪我嘛 柔小姐 一帆是我老公 请你说话注意一点 还有 请你放开你的手 你 我 容力你别这样 我们已经是过去世了 啊 我的药啊 我的衣服 你你没事吧 小小 你干什么 儿子快 快陪莉莉上房间换衣服去 快点 哎呀 啊 容容力啊 你没事吧 我真做什么事了 你别让他 你别让他 来 我让你送你衣服来 可 还得到什么 你看 我 老婆你等等 賀叔叔 你就等著被趕走吧 賀家的兒媳婦 也疑風的老婆 他的位置只能是我 對不起老婆 不然是我一句了 不怪我 不怪你 都是我沒用 你公司破產我也幫不上什麼嘛 我要是有錢賣房子 也不用欠榮麗的人情了 老公你相信我 我們很快就會好的 喂 什麼 還差我不辦嗎 公司已經等閉了 我上門這分多錢去 大小姐 是大小姐 太好了 是大小姐 太好了 大小姐 这些年你辛苦了 老爷爷想找人让你回味贺家 贺家还有千亿资产等着你继承呢 不行 有件事需要你去帮我办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 必须把我一人一盘的房子 给我从容为谁也买 是 大小姐 我还是顾好我 何双双 你长脾气了是不是 我让你给莉莉送衣服 你给我甩脸子 让你做饭 现在都几点了 妈 我刚才有事耽误了 我现在去做 你能有什么鸡毛蒜片的事 还吃什么 气都气饱了 算了 阿姨 您消消气 我想何双双不做饭 肯定是不想给我吃 我看我还是走吧 阿姨 沈德铃也跟着安洛说 不行 莉莉 你可不能走 要走 叫贺双双走 住在莉莉买的房子里 天生丫鬟命 她还想当大小九成 不想做饭 给我滚呢 妈 你在干什么呀 妈 我没有那个意思 别扔我东西啊 在我们家撑吃吃喝喝这么多年 还想当大小姐 我 我让你当大小姐 我让你当 我让你当大小姐 接着就滚出去 妈 你是呀 哎呀 双双 你看你把阿姨气的 要不你先出去吧 让阿姨非当心 柔小姐 你怎么能如此挑拨离间 你海胆队历历不尽 看我打死你 敢对大小姐不敬 张嘴 你 你谁啊你 你想找谁的嘴啊 我们家的家务事 你来干什么 妈 中管家是来给我送皇审证的 什么 大小姐 这套房子现在已经在你的名下了 这是房子在这儿 您过目 太好了 多谢 您先回去吧 是大小姐 这些人如果再敢欺负你 随时叫我 他谁呀 敢这么嚣张 妈 老公 现在这房子已经在我名下了 是我买来的 少少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 你的房子 你脑袋有病吧 这房子是我给叶一环买的 就是 何双双 你现在怎么学会吹牛了 啊 你能买得起房 妈 这个是房产证的 呵 合着你找这么个人给你演戏成妖呢 看不死了 妈 您怎么给撕了呀 不撕难道看你演戏呀 我没有演戏 你要是没有演戏啊 你买得起房子 我容易给你磕头 好啊 我倒了要看看你磕头的样子 真是病的 喂 什么 有个大人物买走了我给叶一环的房子 莉莉 怎么回事 阿姨 这 我也不知道啊 两个大人物就是我 容易 下个磕头吧 何双双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这不过是个巧合而已 就是 何双双 你要真有本事啊 你给我买一趟认诸园的别墅啊 我看你啊 是买不起吧 妈 是不是我只要买了认诸园的别墅 您就会认可我 当然了 可惜啊 你买不起 何双双 你知道认诸园的别墅要多少钱吗 那可都是上千万的豪宅 而且啊 还不一定是有钱的买得到的 无知 行啊何双双 你少丢人吧 老公 你相信我 我会买到认诸园的别墅 让我发生可恶 你好 我要把严谋入认诸园25块别墅 好的您稍等 这套价值5000万 请问您全款还是 全款 小姐 我们这里不只吃开玩笑 您要想购买的话 请实力说话 这个可以吗 客家可以 好好好 我这就给您盯上 呃 请问您是 客家客双双 客家客双双 有话 让你听过之后的 这个小姐 您让我办理购买的话 还想租住身份证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运购 我已经离开家三年了 你不认识我 我不怪你 身份证 我这此时忘记带了 我现在就回家房子你给我留好 真的呀 要这些人别宠吗 来 要什么 你 问说说 楚瑜 真的是你 咱们姐妹两个 有两年没见了吧 哎呀是啊 好久不见 不过你在这干嘛 就是说你老婆后产了 你怎么还来这看房子 对 应该是来一瓶做收入小姐的吧 我 别不好意思呀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公 王氏第一场王与之王总 亲爱的 这是我闺妮 看在我的份上 给她安排个工作如何 其实我 这娘们仔细看还有点紫色 可以玩玩 好啊 双双是吧 放心 看在我宝贝的面子上 区区工作给你一份 看来误会了 这会解释 他们一定会尴尬 还是算了吧 不用的 那个工作我会自己找的 月月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还给我装起来 怎么 觉得我王与之面子不够大 莫莫亲爱的 他就是嘴巴你不会说话 我立马让他给你道歉 我说伤疤 我老公好心好意帮你介绍工作 你不领情也就算了 他摸面子 赶紧道歉 不是的月月 我没有要搏面子给你死 不做 我真的不向你 说一声 什么 意思就是看吧 起我 不想给我道歉是吗 你还不赶紧道歉 可是我没有做过什么呀 王与之 你这个混蛋 但你带着一个插手者 突然之间大鼓鼓鼓之下 你是不想活的吧 不是的老婆 是他纠缠我 我是无辜的 贱男贱男 给我打 今天我给你们两个一点调脑 我就不姓关了 别打我 别相信我 这女士 今天你好好说话 到什么时候 你又是男人 我让他 信不信 老娘离一块儿伤 我是楚岳的朋友 楚岳也就是贱人的朋友啊 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位夫人 请你说话前面动得好 别招 哟 小贱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就敢这么说话 不走 关翔你再恶事 上完我的课了 我一定让你自己 莫送你的钱场 万老板 哎 哎你放手 放手不打了 在我的地方 不许打压斗 各位如果还想待在这里 就最好给我本分一点 该死 要不是今天带的人不多 老娘早打死你了 这外老板为何帮我 嘿 什么玩意啊 不就是比我爸的赫氏集团股份 多一点点 真当自己是个人物 原来是赫氏集团的股东啊 难道是中管家交代的 不许打压斗 你不许打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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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走了 跟楚岳这种人是朋友 能是什么好人 还有你 楚岳 我告诉你 你把拿了我老公的钱给我付出来 我一分钱没拿 今天是他王雨智第一次带我来挑礼物 说要送我一套润竹园的房子 不不老婆 我就是说是玩玩的 我怎么会拿咱们家的钱 给别的女人买房子 我以为你给他走光 你没本事 出来饭就算了 他新人家碰妞 你看 小贱人 我老公也是你能说的 你们这种女人真不要脸 就知道不劳而获 到处供应男人 今天 我去替你爹妈好好教一教 不 不是的 是他跟我说他单身的 我真的是被骗的 不老婆 就是那个贱人 他知道我用了 他一个就是勾到我 这事 你再打 我就叫老板过来了 这位夫人 请你动动脑子 想点道理 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 明显就是你老公 我会让我的朋友 你道歉 但是 你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楚岳身上 楚岳 你先道歉 对不起 行了吧 我们可以走了吧 想走 可没那么容易 道歉就一句话呀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法律干什么 我头发都被你拔掉了 脸都被你打碎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想走 可以 赔钱 我的接览损失费 我老公的账 我可以回家慢慢算 但是 你带给我的损失 难道这样亲爱不爱 对不起 这结束了吗 你想要多少 三百万 我的接览损失费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三百万 我一直考虑我身上换 你怎么不再考虑 你到底考虑我一百万 我还三百万 对 三百万 不然 你就给我卸掉一套歌 双双 你救救我 哪有三百万 想不卸掉一套歌 好 那就是三百万 我替你赔 你 你 你拿得出三百万吗 我既然说了 我就一定能做不到 你吹什么扭 你看看你突然的 一身破破烂烂的 你加起来都不到一百万 你真能买下 那么好便 叔叔 你真的有点子 这老公不是不过什么的吗 放心吧 对 谁滴滴滴滴滴的 曲绝 你识相仰 别打算你就跑我演戏了 我不 贴不起钱 你就乖乖的给我拖帮一步 挪不出去 等我什么时候开心了 我自然就帮你走 卡 卡给我 你现在就赶紧 你不用陪了 你没有那本事 就少打着脸皮胖子 我说了我有信 你既然你不计 那我就打购 如果我不资个三百万 我们下回给你喝不到钱 以后给你装个购买 好 我还没见过上改的送死的呢 但是 你不是为了我们送死了的三百万 你下回科幼老师的进行 不许找我们的忙 好 不过要赌 咱们就赌点大的 再加一条 你们要是输了 如果脱光医护裸着出去 我要输了 我跪下自杀耳光 给你们道歉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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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没钱装什么妇人啊 人家还要连连我和你一起扭人 我可就不起这个人 这么快就装不下去了吗 你放心 最后一个人一定是我们的 好大的口气 不过 现在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给 看 我 现在就赚 现在就赚 多搬你 你说你没钱多什么妇人 这次还要连着我和你一起扭人 赫双双啊赫双双 你说你干嘛就立不讨好 帮楚瑜种间刺痛啊 龙虎与蛇经过没啊 不过我可以给你机会 你跪下给我磕头道个歉 我们楚瑜就算作废了 不过他必须妥 不过很妥啊 赫双双都怪你 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嫁人啊 楚瑜 我说了我有钱 不识好歹 转现在就给我转 收到转账三百万 你真的有钱 怎么可能 明明突然那么过来了 怎么会有三百万 这个与你有关 这是给你的教训 跪下自上耳光吧 叔叔 你真的有钱 我敢说对你跟你做的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赢了 你输了 我 我 我什么我 输了赶紧女性赌约吧 我相信你认识叔叔 不会耍赖 我就耍赖了 能把我怎么招啊 那我就只能请刚刚那位老板过来 我看着你好像还挺怕他的 我们就让他和平平礼 你背礼 明明是你张着自己游几个臭天下机会了 怎么好意思冒我吧 贝比 我给你十秒 我还是请 因为我就只好把那个老板请过来 十秒倒计时 老板 你还是很准赌约吧 那万老板向来和咱们不合 要是让爸知道了咱们得罪了万老板 下个月股份分股大会咱们又分刀股份了 这还不能怪你啊 渣男活该 关小姐跪下吧 十秒快到人了 哎呦 舒双 看来我们需要就请老板过来呢 对不起 哦对 刚刚你说什么来着 要玩就玩大的 你还要自身耳光呢 我跟你讲 别太过分见 今天要不是贺商商在场 你以为你能逃得过我手掌 行 算了 舒叶 关小姐也是受害者 要怪 就怪那没有担当的王与之 关小姐 你起来吧 这件事就算了 楚叶和双双 你们给我等着 今天的事情 我们没完 双双 今天谢谢你 我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你老公不是互产吗 哦 这个是我之前投资的一些 对了月月 你要去我捧脸 不要说东西 这贺双双现在这么有钱 我借了你屁股债 暂时先从贺双双手里 骗一点吧 哎呀 放心 双双 我们什么关系啊 我肯定会替你保密的 那个 双双 能不能先收留我几万 我之前真的以为 那个王与之是个好人 我就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拿来买衣服了 我现在没进住酒店了 琼琳 你说你怎么能这么深呼吸呢 我先带你回去吧 好 只能下次再买房子了 可双双 你还知道回来 一下午都没有个人意 还以为你啊 终于谁要聪明了 自己滚了呢 我 哎呀 阿姨 你先消消气 他这样经常惹鱼生气啊 这是太不应该了 看来就算破产 他们家还是有钱 我对想办法 从他们身上得到一 双双 这谁啊 怎么做你不假 这应该问你吧 你是谁啊 难道你就是双双说的 那个登堂入室的前女友 和叶依凡 偶断丝连 不 不是 没有偶断丝连 我和荣丽 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都堂而慌 真的住进你们家了 还说没有关系 你谁啊 竟敢击弱我儿子 我是双双的好 又 和双双 谁允许你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就带人进来的 哎 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这个女人呢 不是也没有经过双双同意 就堂而慌 真的住进你们家吗 你 哪来的野丫头 竟敢教训起我来了 月月 你少说两句 妈 月月暂时没有地方去 我想先说对她自己 啊 就你做好心人啊 啊 她一点本事都没有 还敬给我们骗麻烦 这个女人 行为举止 粗鼻野蛮 用来赶走贺双双 最好不过的 哎呀 阿姨 既然是双双的朋友呀 就先收留两天 这别是吧 房子很多 她还能帮我们打扫打扫房间 你看 那好啊 我就看在莉莉的面上 啊 就让你住几天吧 不过 贺双双 你们俩 得把卫生 家务全给我干好了 什么 干家务 我又不是你们家保姆 难道 你想白住我们家不成 那 阿姨 咱们去休息 让他们俩啊 给我们收拾房子 做饭给我吃 哎 好 哎 儿子啊 跟妈上楼 妈有话跟你说 哎 那双双小姐 这收拾房间和做饭 就交给你们安慰了 哎呀双双 你都不生气了吗 那个女人 明显就没有 把你放在眼里 不会的 我先送我老婆 看来 我得赶紧从贺双双 山上拿到一点钱 近离开 不然等贺双双 被赶走 我上哪去 赶紧从贺双双 我来帮你吧 赶紧从贺双双 这别墅大了是好 但是打扫卫生也太累人了吧 哈哈哈哈 赶紧从贺双双 你和你这朋友像什么样子 我的沙发都被你们做脏了 我这屋里的家具都是高档货 你们俩一生灰给我做脏了 赔得起吗 我们怎么就做脏了 再说了 就算是真的赔钱 双双可有钱 三百万都随随便便拿出来 都别说你们这一个破沙发了 什么 糟了一时不查收入嘴了 不是不是 没啥没啥 喝双双 说什么三百万 我哎呀妈 这肯定是楚月说错了 把这三百块呀说成三百万了 对对 我就这个 是吗 阿姨 我听起来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没事 阿姨啊 他们不说我可以请人去调查 贺双双今天他去了哪里 这三百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女人那么那么多事啊 我只是合理怀疑 不想让阿姨被欺骗罢了你 双双我 我对不起 没事 妈 我说 我用了三百万 就楚月免得他被人打伤 什么 你你哪来这么多钱 双双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呢 你哪来的钱 我儿子公司是被你掏空了 哎呀双双 我知道一个女人没有工作没有能力 她想要赚大钱 那她只能通过出卖自己 可是 你怎么也是 叶依凡名义上的老婆啊 什么 我跪下 跪下 好啊你啊 你敢给我儿子戴绿帽子 我我打死你 不是的妈 我的钱 我只是用我的零花钱 去做了投资 没想到他突然赚钱了 贺双双 你可真是巧舌如簧 我看你啊 八成是在哪个男人那边得到了这三百万 然后偷偷想给自己买个房子 然后跟叶依凡离婚吗你 好啊你 你这如意算盘 打得真想啊 啊 想跟我儿子离婚 那也得是我儿子先提出来 不是的妈 我没有这样想 一凡 你相信我 妈 你先让双双起来 我相信他 双双不会这么做的 叶依凡 你怎么这么傻呀 这女人他一旦有了自己的存款 他还不告诉你 他还偷偷的给自己买了个房子 那他百分之九十就想跟你离婚了呀 好啊 儿子 既然他想离 咱们就成全他 现在就娶你 我 不 不是的妈 真的不是的 我真的是想给您买别墅的 我想得到您的认可 我不会和我的老公离婚的 哎呀妈 您别听风就是雨的 双双要是想买房和我离婚 我们现在连他人都找不到 容烈 你别在这挑不利剑 我没有 一凡 我只是不想你被骗 阿姨我真的没有 一凡 赶紧给莉莉道歉 与莉莉对你多好啊 这房子都是她花钱给你买的 你 给她道歉 怎么 妈的话你都不听了 我都不听了 抱歉 帮你把双双 把双双 把双双 要是要你别人 要是要我 把双双双双双 把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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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也能有个男人 这么护着我 让我住在大别墅该多好 双双双双 双双啊等等我 太不懂事了 莉莉 受委屈了 你可别往心里去 放心阿姨 我不会的 我一定会重新抓住一凡的心 把一凡抢回来 对 阿姨支持你 一定把那个和双双给干走 对了阿姨 现在一凡的房子我们已经拿回来了 一凡的公司 我也会想办法的 让一凡重新回到总裁的位子上 莉莉啊 我们家一凡有你啊 真是有福气了 后天有一个贺氏集团 举办一个招标会 这些邀请函 你帮我给一凡 我会帮一凡拿下一个大项目 有了大项目啊 就回公司 回到总裁的位子上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太好了 我现在就给一凡送过去 哎你可好好休息啊 我顺便啊 让那个贺双双把那房子 你收拾好你好好休息啊 哎好谢谢阿姨 叶一帆 你别不是好胆 要不是我在国外受了警伤 我才不会回来呢 你要是再敢像今天这样的态度对我 我可不过对你客气 哇 妈皮就这样 喝双双 把隔壁房间收拾出来 别立不住 好 我马上去收拾 等我买了大房子 咱们就搬出去 几千万的房子 就你那点子 还想买得起房子 真是无知 别磨双 赶紧过去收拾 二仨 这是莉莉给你的邀请函 后天赫氏集团招标会 给我好好表现 那 我可以自己争取 我不用容力帮忙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双双 你婆婆也太欺负人了 难道你真的要一只忍让啊 我婆婆本来就不喜欢我 如果我现在强行把努力赶出去 那我婆婆一定更讨厌我 那你就 不好意思啊 我去接个电话 喂 书月 赶跑路是吧 怎么行 欠钱不还了 是吗 不不三哥 我就是临时出来打工赚钱的 您放心 我欠你的钱 我一定会还的 说的好听 我只看钱 就现在 先转这个月的利息过来 我 我 别我我我的 三万利息赶你还 不然我现在就去找你 想必你也知道 我们公司的找人实力吧 除非你是死了 不然我们天涯海角都追得到你 好 我挂了电话我就转 怎么办怎么办 三万三万 对 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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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接个电话 学生这么慌张 双双你帮帮我 我 我小一家的孩子在家下 骑手刷了腿 继续三万块钱 你能不能先借我三万 我以后一定还你 好 我转你 看来双双手里钱还有不少 我得找机会套套话 多让他给我点 然后我就跑路 我已经转过去了 你赶紧给你小姨转过去吧 好 你先接电话 我帮你打 喂 钟管家 大小姐 后天咱们赫世集团的招标会 要给你先生留位置吗 当然 如果我们拿到招标会的项目 那我老公就真的能东山再起了 好 那我给您和您老公准备邀请孩子过去 不用 等我们到门口 我给你打电话 你给我送过来 是没麻烦 是大小姐 叶一凡要是真的能东山再起 那我要是成为叶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我还用的着费是去几万块钱 这么东躲西藏 小心闹吹的去碰打垮 喂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呀 你走了没什么啊 你要是不心事能被我下榜 我懒得跟你说 你让你缺钱对吧 你想说什么 别紧张 我们俩各取所需 你要钱 我要人和地位 那你能给你 那你能给我多少钱 只要你能帮我想办法一起赶走贺双双 让我和叶依凡再去前缘 我给你五千万 五千万 你真的给我五千万 当然 如果你能用最快最好的办法帮我赶走贺双双 我就给你一个亿 我容力最不缺的就是钱 可以 真的 好 我答应你 我帮你 我要钱 你要人 我刚刚还听见贺双双在打电话 说我去什么招标会呢 贺氏集团招标会 是是 你帮我好好盯着他 赶快想想办法 帮我赶走他 放心 立姐 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贺双双 你别怪我 我实在很需要钱 我也想成为有钱人 哎呀 哎呀 你们两个年轻人啊 才应该晚在一起 我这老太婆又就不颤色了 妈 我和双双才是夫妻 这种场合我的五万零是双双 您一大早就让双双给你买早餐支开的 然后还骗我说您身体不适 就是为了让我和容力单独相处 怎么 你在跟我求后算账呢 哎呀 伊凡 就别惹阿姨生气了 我给你当五半 难道不比贺双双给你当五半强啊 今天这招标会上的人 我可认识一大半呢 就是就是 人家莉莉啊多好啊 你们两个在一起啊 多般配啊 走咱们快去吧 伊凡阿姨 那我先去换一件礼服 你们稍等一下 哎好嘞 妈还能骗你 妈妈 你还吃的包子我给你买回来了 别喊了 你老公他们早走了 什么 走了 对啊 列伊凡阿还挽着容力小姐的手呢 看着还挺般配的 别胡说 我跟你讲呀 列伊凡跟容力根本就是旧情未灭 你还是赶紧离婚吧 淑月 你那天还说我不该离婚 要帮我赶走容力的 怎么今天你的态度转变这么大 嗯没有啊 嗯双双你 哎双双你去哪啊 去招片会 什么贺双双也要去招片会 不思议我得赶紧通知丽姐 喂 喂丽姐 贺双双也要去招片会 什么 他也来招片会了 哼 他以为招片会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吗 进来是要邀请函的 别管他 他进不去 你还是赶紧想想你的计划吧 时间太久 钱是会缩水的 诶诶试 不是好歹 竟然敢来招片会 谁啊 怎么了 啊没事 您饿了吗 那边可以吃东西 招片会应该是开始了 您先进去 我去到卫生间 哎 好嘞 我到招片会门口了 派个人给我送邀请函过来 是 大小姐 喂 您是干什么呢 啊 我等人送邀请函过来 邀请函 我看你也不像是有钱人呢 而且身边也没什么男伴 我看你啊 根本就不是能够进招片会的人吧 你学规定进招片会的女人必须打扮得像个花蝴蝶 还有你们的上司有时候没有男伴就不能进去了吗 你少给我挑字眼啊 你你救你这个穷鬼 我我看你啊 就是想送店去偷东西吧 给我道歉 你无缘无故的推上我 还诋毁我的名誉 诋毁你的名誉 哎呦 你个臭娘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行 我今二的就是不道歉 我看你能保抵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的这份工作 我看是做到头了 给你这杯开除吧 哎呦 你脑子是有病吧 哎哎 你以为你是谁啊 哎呀 得了得了得了 我感觉啊 我靠我的敏锐的智慧 我敢逮到你个小偷 那我现在我领导可以回我家公司 无知 小弟走了 走走走走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竟敢对赫氏集团大小姐不敬 中管家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大小姐 喂 大小姐 这是邀请她 知道了 谁 他怎么来 双双 您怎么来了 我遇到一位好心的老板 他刚好有多久的邀请函 就把我也带进来了 真有这么巧的事情 是啊 贺双双 你不好好在家待着 你来干嘛 妈 我也想为一帆重回公司 付出一些努力 我 你来能干啥 你不倒了万就谢天谢地了 哎呀妈 别总是那些双双 该死 打扰我和一帆单独相处的时候 不行 得让楚月把这个贱人带走 阿姨 我去个卫生间 哎哎 莉莉 你 你看你看 都怪你 人莉莉不开心了 哎呀 人家莉莉啊 这里一大半的人 她都认识 随便拉拢一下啊 我们一帆啊 东山再起一点问题都没有 妈 我也可以给一帆找到大项目 让他东山再起啊 你就别说大话了 你是越来越能吹牛了 你能啥啊 就你 我真的可以 双双 别说了 我知道你的好意 可是 在今天这种啥歌 就别说大话了 待会儿容力要是回来 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 你就当为了我 别跟他一般见识 算了 不解释 等我把招标会的项目拿下 我老公应该就会相信你 好 喂 贺双双是怎么进来的 你赶紧给我过来 把他给我带走 不然我怎么和一帆培养感情啊 什么 贺双双真的进去了 我 马上到 可是我 我怎么进去啊 我会和保安打招呼的 你赶紧的 你 容小姐 你是 我是光霞 我爸爸是贺氏集团副总 我们以前一起上舞蹈班 你还记得吗 嗯 容小姐 我刚刚 我刚刚看到你和贺双双那个贱人站在一块 您还能离他远一点吧 他可不是好东西 看来这个女人 也挺讨厌贺双双双的 很好 你还真是够讨人厌的 啊 是吗 我还以为叶一凡喜欢的女人会很优秀呢 不然怎么会因为她的称赤而入 而放弃我们的誓言 什么 她竟然敢抢女龙大小姐男友 真够不要脸 对 太不要脸了 容小姐 要不要趁着今天人多让贺双双丢人 对 要不要报复一下贺双双 可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容小姐 要不要这样 容小姐 情绪怎么样 好 就按你说的几 还有五分钟招标后就要开始了 老公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东山再寄 天呐 我的耳环不见了 你们谁看见我的耳环了吗 求各位多多给现 我老婆的耳环可是法国卖地亚最新款 价值两千万十分珍贵呀 没想到 赫氏集团举办的招标会竟然会有小偷 我的耳环今天要是找不到 可是对赫氏集团赤裸裸的打脸 发生了何事 总管家 您是今天照片会的负责人 我的耳环丢了 价值两千万呢 现在要是找不到您是不是该负责呀 关小姐算案勿造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耳环 哎 叶一凡 你看 赫氏双耳朵上戴的 是不是跟关小姐腰草的一模一样 哎对 大家快看 他耳朵上戴的和我老婆丢的那个一模一样 对这就是我的耳环 你这个小偷 中管家 还不赶紧不能放过他 关小 原来是你 中管家赶紧喊保安把他送去调查呀 这位女士 我相信我老婆一定不会做出这种事 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 可是这耳环就戴在他的耳朵上呢 叶一凡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这件事就该贺双双他负责 怎么回事 叫你别来别来你非来 现在还干出偷鸡摸狗的下来了 不是的吗 我没有那么做 怪不得当初你为了替你那狐狸精朋友赔钱 自己冥冥穿的破破烂烂的 一口气能拿出三百万 看来 都是你偷的吧 好啊 赫双双这种小偷 我们千万不能姑息 对呀叶一凡 你不能害了他 犯了错他就得改正 不然你就是在作用他犯罪呀 我觉得容小姐说的对 中管家 你还愣着干嘛呀 这可是小偷 还是在你们赫氏集团的地盘上 做偷鸡摸狗的事 丢的 可是赫氏集团的声誉呀 乖小姐 你如何证明这个耳环是赫小姐做的 当然 你看他左右耳带的都不一样 这左耳那只跟我丢的一模一样 难道不是他偷的 对 就是他偷的 他就是想挺而走险 捡了我老婆的耳环不归还 还想自己戴什么碰过关 中管家 我觉得他们俩说的有理呀 赫双双你好大的胆子 光天花日之下 竟然干这种龌龊的事情 你可真是给我们女人丢脸 我再说一遍 我不要拖着 这耳环就是我 这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 图兰卡的最新设计 特色就是左右耳环一样 还真是会胡说八道 贺双双 你不想承认自己是小偷 那你也找了好点的理由嘛 意大利设计师图兰卡 早就不对外设计了 已经闭关五年了 你怎么好意思说的 就是 真是 撒谎吹牛都不会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偷 小偷当然会说自己没有偷任何东西 既然这样 他不愿意承认 那我们就发重金悬赏 总会有人看到他的动作 好 就现场找证人 中管家觉得如何 那就现场找人证 在场的服务员 包括保健 都可以到前来找证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自然有一百万大奖 好 谁能证明贺双双通的耳环 我另外再加一百万 我 我亲眼看见贺双双小姐 剪了关小姐的耳环之后 偷偷藏了起来 是吗 你敢发誓 如果敢在我都我家面前撒谎的 我们贺氏集团绝不呼吸 快说呀 你怕什么 杀谎的后果会被竹鼠尾堂 永远不再回来 说 我说的句句属实 现在事实真相大白 破双双 我看你还怎么狡辩 一凡 你看这件事确实是双双做的不对 太丢伤了 离婚 儿子今天必须跟他离婚 你说你看见了 在哪看见的 几点看见的 看见的时候贺小姐在干什么 我 在厕所门口 时间 我不太记得 你是真的记不清了还是凭空借造 我现在就把保安人叫过来 你敢把你刚才说的话 当着他们那边再说一遍吗 我 我当然敢 这我家外人真的出来怎么办 那我们肯定露线啊 狂什么 就算他把我们供出来 我们也可以打死不承认 更何况我们那某地方在监控死角 但是贺双双 觉得怎么这么好 怎么总感觉 中管家还在灵活着他 该死 这中管家脑子有病吧 这么护着贺双双 关霞 你的耳环到底在不在我身上 你们心知肚明 你什么意思啊 贺双双你就是小偷 你别一副委屈受害者的嘴里 那就请中管家做主 换个一个拼摆 我现在就打电话 你的口供可千万别不一致 真是好大一场道具 我来给你们做证吧 你谁 你要只能贺双双 偷听摸狗 那就麻烦你了 贺双双这种行为 确实该举报 双双啊 你看你自己不承认 结果害得大家都浪费时间 还要麻烦所有人来举报你 女人多就是这 我可没说 我举报一个无辜的人小姐 你什么意思 你想搞乱 中管家 你快阻止他 荣大小姐 你可真够闯到 你不是经常上天是那个设计师吗 你是意大利设计师图兰卡 怎么会是你 女士 我会给你证明你 相信各位 一定认识我 那我就不多自我介绍 这位官女士 说贺小姐 偷了你的耳环 还说 她现在戴的 就是你的 可是贺小姐戴的 才是我亲属自己的证品 你一个冒牌货 如何有脸面来冒领我的证品 我 我也是被骗了 大师 贺双双一个黄脸婆家庭主妇 她怎么可能带着起名的证品 您为何要帮她说谎 荣小姐 你正是在质疑我的做法 看来 我有必要去和你父亲聊聊 荣小姐的家教问题啊 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好奇 她怎么能带得起您的证品 对啊 您的东西少说也百万千万 贺双双甲 早根本就没有钱了 就连她现在住的房子 也是荣小姐给卖的 她怎么能卖得起 除非 偷了她婆婆的养老钱 什么 你 你都录过养老钱 你就是想我死吗你 我妈 我没有 您别清风就是雨 这富尔环我只花了五十块 哈哈 这么傻 哈哈 贺双双 你这是在侮辱大师吗 大师 你听听 你好心为他证明 他就这么侮辱您 对 我看您啊 还是别和这白眼狼同流合污的好 我的这富尔环 确实只有五十块 我的东西 是不能用价值亨量的 我可以用价值千万的材料 做出百万千万的奢侈 自由 也能用几十几百的材料 做出平价大众的东西 您说的是 今天来到这儿 真是受益良多呀 你为了钱 说着媚主良心的好 难道 你心里不会有愧疚 我 既然 事情都真相大白了 那是不是 随意污蔑别的人 应该道歉 来人 把这个随意信口 责忘的女人赶出去 你们家的公司 我们马上就成功 对不起中管家 对不起后小姐 我错了 我错了 后小姐救救我呀 你们几个还不道歉 谁再敢 在我贺氏集团的发布会上告示 惹是生非 被我赶出去 可别怪我贺氏集团不留情面 哎哎 道歉道歉 贺小姐 对不起 我就是耳环丢了一时着急 看到您带的一样的 残酷说的 您别生气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该死 又被贺叔叔给摆了一道 该你了 荣小姐 那阿姨我 我只是被骗了 我想说说 应该不错怪我的吧 哎呀不会不会 荣小姐 你欧面我还挑拨你见 我该道歉 何双双 要怪还得怪你自己 你说你一个黄脸婆 还戴什么耳环 这才惹出这么大的乌龙来 妈 您怎么能这么偏心啊 我才是您儿媳 早晚不是 别以为有知名大师给你撑腰 我就会接纳你 在我心里呀 只有莉莉才是我的儿媳妇 何小姐 你们家的日我也不该参与 那我就先走 怎么样 看来你也就是走了狗屎运 你就是带着他的耳环 他才帮你出头 现在人家懒得搭理你了吧 狗屎运 不是 妈 这么说 我说错了吗 今天这场招标会对你来说多重要 只有莉莉才能帮你拿下这个大项目 能让你重新拿回公司 何双双能行吗 妈 是不是我能拿到这次招标会最大的项目 你就会认可我这个儿媳 你吹什么牛啊 你以为你谁呀 这场招标会 这可都是各界大佬之间的竞争 你没有莉莉的家世背景 你凭什么拿下最大项目 我真的可以 这样吧 何双双 我们来做一场赌注 如果今天这场招标会 你拿不到最大的项目 那你就马上和叶依凡离婚 并且搬出我给叶依凡买的房子 你敢吗 好 我答应你 同样的 如果你输了 你自己走 离开我们家 并且 以后再也不去参合进我们家的家世 一言为定 双双 你怎么能答应呢 伦璃的爸爸很厉害 你拿什么和他争 难道 你真想跟我离婚吗 我 我看就是 儿子 你还不明白吗 莉莉就是你命中注定的缘分呢 你妈你就别呈我了 容丽 我知道我欠你买房子的钱 但我发誓我一定会还给你 你能不能别再参加我们的家世了 行不行 叶依凡 你怎么能这么执迷不悟啊 我跟你才是天生一对 我能给你带来的东西 他喝双双 他三辈子都拿不出来 容小姐 别太过于自信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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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个亿 诸位请吧 展示你们各自实力的时候到了 早就听说今天赫氏集团招标一定会吓人一跳 没想到这么吓人 虽然回报利润高 但这前期能拿得出钱的能有几家 赫双双你觉得你还能真的过我吗 这两个项目我都会给一般拿下来 还有莉莉啊你可真是太贴心了 贺双双你就别吹牛了 赶紧给我儿子离婚吧 妈我不会和我老公离婚的 这招标准还没结束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我说 双双 别说 这次项目可是几十亿不是几十万 老公你放心 上次投资赚了钱 然后又中了彩票 我现在手里有钱 说的真的 贺双双 你胡说的吧 妈 我没有胡说 现在就可以证明 中管家 这两个项目我全要了 我现在就付钱 住手 贺双双 你以为你随便说两句我们就会信你吗 中管家 我爸可是荣江家主 是仅次于夜市总裁 最有钱权的男人 这个合同是我的 荣小姐 不必拿出来你父亲来恐吓 我周某人一定会严格按照规拒办事 二位如果都能拿出来我一 那我会加价 直到对方放心 好 我再加一个一 贺双双 你还拿得出吗 拿得出 我再加两个亿 我拿得出 你 好 你说 八个亿 我看你怎么拿得出 还是荣小姐有本事 贺双双 你是不是懵了 你以为荣小姐会再继续争抢 这样你再放弃 就显得自己实在被逼无奈是吧 没想到人家荣小姐早就看穿你 你拿得出 你拿得出来吗 哈 好的汇舌员稍等 恭喜贺小姐 用拔黑拿下贺氏集团那两个项目 什么 这不可能 和双双怎么能拿下8个亿的项目 我不相信 大公 只要你喜欢的我都给你不说过就不够了 你 我 你怎么会这么有钱 这个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赶紧拿着吧 你终于可以东山再起 重新拿回夜市集团了 妈 这场赌注我赢了 容律 您是不能再留着 不 不 这个贺双双他肯定是有问题 他一定是够大力有钱的男人 他才会这么有钱 叶依凡 阿姨 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 容小姐 你不够脸面和我抢老公 我对你已经足够了 你当时买房子的钱 我已经打回到你们的卡上了 我们叶家再也不欠你任何东西 不不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有证据 我也是刚刚才拿到的证据 可以证明 赫双双他是个水星洋化的贱女人的证明 啊 真的吗容小姐 哎呦 我就说赫双双这种女人不简单 叶依凡 你现在足上是一天狱 我有证人 他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容小姐 你一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 你会后悟的 阿姨 你看 他还威胁我 楚月 双双 实在对不起 我 我想看着叶一凡他们一家人就那么被你变得团团转 还有容小姐和叶一凡先生这对苦命鸳鸯 就这么被你拆散了 楚月 你在说什么 贺双双 你还在装什么 你的闺蜜和情妇和情妇的司机都已经到场了 楚月 我真心待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叶一凡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为了钱瞒着你 其实双双早就背着你在外面找了别的男人 那个男人年纪很大了 但是他对双双很好 你 楚月 我真心待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啊 双双 你就别再掩饰了 叶先生 我很抱歉 我每天 趁着你外出工作的时间 奉命钱来 接贺双双小姐 我们老爷从国外回来养老 平时很低调 但确实有钱 很舍得给双双小姐花钱 好了 没你什么事了 你下去吧 你还有什么话说 贺双双 看来你和楚月都是一样的活色 怪不得当初见我第一面 竟然为了一个出门身体的女人 那边对我 楚月 容理 我不会再对你们手下留情了 你们这般联合污蔑我 还挑拨我们的夫妻关系 一定会遭报一个 贺双双 我看你还是自己和叶一凡离婚吧 你这种贱人 根本配不上叶一凡 叶一凡 你到现在还不懂 到底谁才是你的良配吗 双双 作为你的好姐妹 我真心的会劝你 还是赶紧和叶一凡那么道歉 然后赶紧离开 何叔叔 你你便禁开我儿子 住手 钟管家 怎么难道你要包庇他们 我只是不希望在我们赫施集团的地盘上发生任何的污蔑事件 仲冠家 您这是何意 荣小姐 我们贺氏集团 准备对你做拉黑主理 你们荣家与我们贺家的合作 从此也不会再继续了 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做 那是因为你的人品有问题 你这意损毁别人的名誉 仲冠家 明明是他的人品 道德有问题 你怎么天倒黑白呢 这么多人都说是他的问题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妈 您觉得堂堂贺氏集团 钟管家会骗人吗 这两个人联合起来 就是想污蔑我呀 你胡说 钟管家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有问题 还有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 贺氏集团总裁 会取消和我父亲的合作吗 是不是真的 打个电话我不知道 你闭嘴 我和你说话了吗 你不相信 我打给你父亲 喂 容家主吗 我相信你现在已经收到贺氏集团取消合作的通知了吧 这些都是因为你的女儿造成的 你还是自己跟他讲清楚吧 容立 你浑账 你怎么能惹弄贺氏集团总裁 害得我容家被取消合作 现在家常一落签证 马上就要负债了 我告诉你 今天不过我哄好贺氏集团总裁 你就别回来了 容家和你断绝关系 怎么会这样 容小姐 你还觉得你自己没有错吗 贺小姐 总裁说了 如果容小姐能说出污蔑你的事实 你要是能原谅她的话 我们会对容家手下留情 不然一分钟后 容家必定会负债破产 容立 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没有错吗 你现在还想继续误蔑我 别让我家破产 我说 我说 你应该听好 事情最上到底是怎样的 说 何双双 对不起 我答应给楚渊一个亿 让她想办法 把你从叶怡凡身边赶走 所以招标会开始的时候 楚渊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把她想要污蔑你的证据给了我 所以 所以你们就联合雇了这么个男人 来诋毁我的亲戈 我 我 我不是 我不是 来人 送自飞龙做狐猎 贺小姐 委屈你了 没事 一凡 你现在相信我了吗 对不起 我差点上当了 怎么会这样 妈 您到现在还不相信我了 我帮我老公拿回了公司 还能得到合适的帮助 那是上天保佑我儿子 以为是你的功劳 哈哈哈 喂爷爷 什么 要召开家庭会议 好我马上回去